昨天啊 刚给我的南瓜升级了发光眼睛 今天呢 就收到了 布鲁克的假面骑士 群星版第二弹 加速世界 看分别就知道 这次我们的主角啊 就是假面骑士 Find 而你隐藏款呢 则是他的爆发形态 看起来就好瘦 小妖魔 看我出去 来 就这盒了 假面骑士 Find 小隐藏 胜利到手 一代隐藏 擦肩而过 好可惜啊 开心节啊 黄色的副眼是透明件 红色的血液 流淌全身 腰间挂着 骑士腰带 中间是手机 不过只有涂装 取不下来 而右侧呢 是废子的光标 左侧是相机 可惜没有涂装 看起来有点瘦 光标除了可以挂在腰间 也可以放在小腿处 给大家来一个 流氓针 嘿嘿 对啊 手里边还有一把武器 路人 把一个帅气的姿势 挽回一下形象 第二盒了 没错 应该是我们的主角 范子的加速形态 好简单 直接就配好了 比之前相比 眼睛变成了红色 装甲爆开 露出了里面的核心 而之前红色的血液 变成了颐色 速度直接爆发 除了这些区别之外 我还发现 怎么只有它 带了一个支架 和之前相比 还有点变化 变成了一个夹子 而我们这个加速形态 都没有 嘿 这也太偏心了吧 好在 我有特效件 生虎电钻 直接就可以插着角色 骑士电钻 爆裂飞机 接下来出场的是 老人巧爷 再一看 还以为是灰魔了 这个涂装也太素了 在它的背后 有一条俏皮的小尾巴 后面有时间的话 我们可以涂装一下 黑暗 假斗王 情势形态 哇 它这个胸甲 也太燃料了 还发光呢 带你个小手琴 你过来啊 黑道都出来了 啥时候 布鲁克 把钢导员给我们做出来啊 这次来的是个狠角色了 心脏机器 变一体 看这个头目 真的是相当还原 谁敢与我一战 一边呆着去吧 假面 转武 怪不得 这第二弹的主题叫 加速世界呢 原来 来的都是一些 速度型选手 身上背着个大轮胎 像一辆赛车一样 太漂亮了 假面骑士 假的 手里面拿着苦 第二弹里面 除了假面骑士 我觉得最值得收藏的 就是他了 白旗到着来 是真的帅 最后两盒 假面 遮他 右侧挂了个小手枪 整体途中有点降斑马 如果我们的巧爷 也变成这种黑白相间的 是不是也很帅 额 途征有点失败了 算了 就当偷钻引玉吧 最后 凯撒 武器可以变个剑 也可以变成枪 还能挂在腰间 假面骑士都第二弹了 还是没见到摩托车 唉 算了 还是自己准备一个了 请上我心爱的摩托车 好了 小伙伴们 下次再见 大家一起来点赞哦